给老公送午餐 听见他跟同事抱怨 吃我的用我的 一分钱不赚 整天在家享福 要不是看待孩子还小 我早就跟他离婚了 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婚该离了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 请给小朵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听到这句话 我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 怎么都无法把人人称赞 好男人的老公 跟办公室里一脸不耐的他 联系在一起 可事实证明 这就是同一个人 我的心狠狠地揪在一起 但他还在吐槽 你都不知道 每天早上看到他穿着睡衣 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给我做早餐 我有多恶心 说不定刚刚那双手 还得孩子换过尿布 我也不知道 以前看着挺时髦的 怎么现在拉他成这样 多看一眼都想吐 我的拳头越捏越紧 有那么一瞬间 想冲进去 把午餐全都甩他脸上 再揪住他的衣领 狠狠甩几个巴掌 还没来得及 把想法付出行动 秘书抬头时看到了我 立马提高音调 嫂子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 葛伟明的脸色 微微一僵 有些窘迫 但很快就装出一副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模样 不耐烦地问 是啊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我捏着保温和 深呼吸一口气 狠狠扔在他面前 转身离开 身后响起秘书的声音 葛总 你赶紧去轰轰吧 嫂子好像真生气了 离开公司的时候 葛伟明的声音 还想在耳畔 生气就生气 不用管他 一会儿自己就好了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 离了我 他只能出去讨饭 我和葛伟明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两人年龄相仿 都是进入职场没两年的人 对生活对工作充满了憧憬 我崇拜他侃侃而谈 他欣赏我优雅干练 且有自己的目标 相互欣赏的两个人 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接下来双方父母见面 谈婚论嫁 一起装修婚房 一点点布置我们的小家 但一切都从生完孩子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完孩子后 敷衍着伺候完月子的婆婆 就撒手不管 声称自己身体不好 随时有可能因为劳累而瘫痪 权衡利弊后 葛伟明搂着我的腰许愿 老婆 要不你辞职在家带孩子吧 工作那么累 女儿还小 请个保姆价格贵不说 你也不放心是不是 我努力工作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和照顾我们的女儿 怎么样 那时候的我大概脑子里 浸了太多水 答应了他的提议 产假结束没几天 就去公司递了辞职报告 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 我失去了自己 全部身心都围着孩子老公转 被孩子的哭闹 弄到歇斯底里 也因孩子的笑 忘掉了所有的痛苦和烦躁 我以为自己是幸福且成功的 但现在看来 全是一场笑话 我成了他口中 多看一眼就想吐 离开他 只能去讨饭的蠢妇 回到家 屋子里乱成一团 一岁半的女儿 坐在地板上哭 婆婆随意丢弃的袜子 和孩子的奶瓶滚在一起 玩具丢得到处都是 见我回来 婆婆立马开始控诉 你女儿一点也不乖 爱哭 还是男孩好 提示听话 趁他小你赶紧再生个 两个孩子一起拉扯大 后面就省心了 我冷笑 早知现在 别说生孩子 我连婚都不想结 婆婆还在叨叨 你赶紧哄哄 然后带他去打一秒 真是吵死了 年纪大的人 听不得一点吵 脑壳都要炸了 婆婆说完 往沙发上一躺 我冷着脸没有说话 而是去检查 女儿生事哪里不舒服 看样子 我走后的一个多小时 让他冲的奶粉没有冲 女儿平时很乖 大概是因为女儿 喝了一肚子水 导致尿不湿 因为尿太多骨成球 坠得孩子不舒服才哭的 换完尿不湿 小丫头抱着我的脖子 还在抽气 小小的身板一抖一抖的 我内心所有的愤怒 终究还是因为女儿 而无法发作 只是把碰到袜子的奶瓶 扔进垃圾桶 在婆婆又一次指责下 换了新奶瓶为了点 抱着女儿出门 离婚后 我无所谓是睡大街还是讨饭 唯一担心的是 女儿该怎么办 她还小 连哪里不舒服 都没办法讲清楚 还对打完疫苗 已经是下午了 期间 我想过无数次可能 比如等葛伟明回来 我像小说里的女主角那样 霸气地把离婚协议 甩到她脸上 可之后呢 争夺到女儿的抚养权 没有收入的我 该怎么带着她生活 况且这样做 对男人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他们会很快组建新的家庭 继续其乐融融 我必须做最好最完美的打算 如往常那样 葛伟明下班后 开口 儿子 今天累坏了吧 不像有些人 就在家带个孩子想轻浮 屋子里还弄得跟猪窝一样 你看 人家今天连饭都没有做 我放下手机回了剧 我点了外卖 快到了 葛伟明看向我 皱着眉头 外卖不好 这样晚上带你们出去吃 我拒绝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葛伟明瞬间爆发 扯着嗓子问了剧 我说刘小慧 你有完没完 不就是跟同事说了两句 我有说错吗 你就在家带个孩子 照顾好咱妈 什么心不用你操 也不缺你吃喝 还不知足 真把自己当小姑娘 矫情起来了 一句话让我的心寒到了极点 怀里的女儿也被她吓得呜呜哭泣 我想跟她一样咆哮 我也想跟她大吵一架 可女儿是无辜的 她一双寒泪的眼睛 不错地看着我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笑的是 在旁边沙发坐着的婆婆 一副看热闹的嘴脸 这个家待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一边拍拍女儿 一边努力 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问 葛伟明 我说什么了 让你这样大呼小叫 只是不出去吃个饭 我有错吗 似乎是意识到 我的话没错 她一把拿过沙发上的外套 冲婆婆开口 不去就不去 妈 咱们走 母子两人出了门 婆婆还在抱怨 打出来的婆娘揉出来的面 可不能太惯着 你看看她 都成什么样了 我知道现在硬杠还不是时候 面对婆婆的话 我只能默默记在心里 洋装没有听见 等母子俩离开后 我开始查附近的托儿所 好在住大城市 托儿所这种机构并不算少 我很快就确定了三家 打电话预约 明天带女儿过去看看 葛伟明回来的时候 一身酒气 婆婆把两人吃剩下的 打包回来放在餐桌上 又开始数落 瞧瞧伟明对你多好 出去吃饭 还不忘给你打包回来 你就安心在这个家 把孩子带好 早点给我们葛家 生个大胖儿子 可比什么都强 看着她趾高气扬的模样 估计是真把自己当太后了 我没搭理她 而是去哄女儿睡觉 因为喝了酒 葛伟明上了床 倒头就睡 可我却怎么都睡不着 查看工作 编辑简历 把所有自认为 能够胜任的工作 全都投了一遍 做完一切 已经凌晨一点了 婆婆喜欢 去外面吃早餐 跳广场舞 跟大爷大妈打麻将 四日她前脚出去 后脚我带着女儿也出去了 简单地吃了顿早餐 便去看托儿所 再三考量 终于选定了一家 性价比最高的 只是托儿所的费用 并不便宜 我找的这家 只是普通的一家 每月的费用 也在四千以上了 好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葛伟明每个月 都给我一定的生活费 但我还是扣扣搜搜 偷偷攒了上万块 交完托费 当天就把孩子送进去了 临走的时候 女儿哭得很大声 但我知道 这个时候不放手 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专业的老师 一定能安抚好她 女儿的事情处理完 面试电话 也陆陆续续打过来 只可惜 一连变了好几家 有两个直接 以我在职场断层 一年多为借口玩具 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 辞职做全职主妇 到底是多么错误的决定 剩下的公司 我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去了 等变完所有公司 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约莫时间差不多 我去了女儿所在的拖班看她 小家伙不哭了 在老师的精心照料下 玩玩具 做游戏 笑容很灿烂 温馨的一幕 让我彻底安心 接回女儿 顺带买了菜 大概是今天心情好 连做饭这种事 都觉得充满了希望 只是饭桌上 还没吃两口 面试电话又来了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我立马起身走进卧室 关上门接电话 约好面试时间 回头却看到葛伟明 站在门口 冷眼看着我 还没说话 她已经冷声质问 面试 你出去找工作了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 面不改色的回应 是 甚至还没来得及 多说一个字 她讥讽的笑起来 刘小慧 不是我打击你 就你这形象 谁要你啊 还有 你都一年多时间不工作了 哪个公司会放着年轻漂亮 刚毕业薪酬又低的小姑娘 要你这个黄脸婆 我攥着拳头 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不试试怎么知道 况且 我已经约了好几家面试 婆婆也听到了 跟着在外面吆喝 你去上班了 孩子怎么弄 我岁数大了 管不了 我看伟明说的就对 好好在家带孩子 你什么都重要 别整天瞎折腾 我早就猜到他们会这样 可在面对的时候 还是承受不住 我也笑了 从卧室走出去 猛的冷起脸 一把掀翻了桌子 伴随着霹里啪啦一阵响 我也开始质问 葛伟明 是谁他妈说我一分钱不赚 只知道在家享福的 我现在要出去工作 你又开始打击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这次女儿被我吓得嚎啕大哭 尽管心疼得要死 也只能无动于衷 我知道 我必须忍 必须这么做 才能让他们知道 我心意已决 葛伟明似乎没想到 一向温顺的像只猫一样的我 居然还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婆婆跟着数落我 假惺惺抱着女儿安慰 好好吃饭 你看你都干了什么 远远都被你吓哭了 但我必须上 至于孩子的问题 你们都不用管 求人也好 带着上班也罢 我会安排好 况且你一个人赚钱养家太累 孩子要不了多久就能上幼儿园 我早点出来赚钱 补贴家用 难道不好吗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这种伎俩我也会 果然 葛伟明的脸色好了不少 他点点头 行 你想咋样就咋样 按你想的来 多大点是吗 其实当初之所以敢辞职 是因为葛伟明生殖加薪 甚至前不久 还坐到了副总的位置 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但在大城市 养活一家老小 谈不上多富足 也绝对不到 可以大手大脚 花钱的程度 回想当初我在职场 其实一样混得如鱼得水 我学的是商务英语 毕业就在一家外企 做家具销售 公司不大 虽然我做得好 薪酬不低 可晋升空间有限 这也是我想辞职的原因之一 现在 是时候重新把这碗饭端起来了 有了葛伟明点头 我开始光明正大的 准备面试工作 孩子交给他们母子俩 而我则在书房闷起头学习 中途出去捣水 听到母子俩又在房间嘀咕 婆婆问 你还真就让他出去上班啊 孩子还这么小 再说了 跟我相好的几个姐妹 人家都有大胖孙子抱 就我没有 每次打电话过来问 我老脸真是一点都挂不住 你我看你就该趁着孩子小 他也年轻 再生的大胖小子 葛伟明笑的轻松 妈 你就甭管他了 让他折腾去 现在年轻小姑娘都不好找工作 何况他 你看好了 折腾不了两天 他还是得赶回家带孩子 我垂着眸 不动声色的倒完水回到书房 他们说错了 我根本不是在折腾 想到明天还有一份 我最心意的工作要面试 我很快又进入了备战当中 那家公司虽然同样是家具销售 可公司规模大 晋升空间大 面试的人也多 我可以以新人的待遇入职 但面试时想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有自己的出众之处 在掌握了这家公司情况后 我又联系了之前上班时 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潜谈了一下当前市场 做完一切准备在休息 又到了凌晨一点多 这次我志在必得 如果前几次面试是热身工作 那么今天的面试 就算热身成功 昨天的我在店里面试时 还会紧张冒汗 甚至用英语对答时 都不怎么流利 可接连面试几次后 我已经找回了昔日的自信 不管面对的是一个 还是几个面试官 都能够侃侃而谈 尤其是这家心仪的公司面试中 我对答如流 引得面试官频频汗手 对方在看了我的薪资要求之后 略显惊讶 用英语询问我 以你的资历 可以要更高的薪酬 为什么选择跟职场新人一样的底薪 我把自己的情况如是说出来 最后告诉他们 底薪并不是我追求的 我追求的是薪水的上限 我相信 只要我有足够的能力 且给公司证明了 我的确有能力后 公司会给予我绝对公平 优渥的待遇 用我们中国的话 通俗来解释 伯乐需要千里马 千里马同样需要 能会演试猪的伯乐 我需要这个让我发光的机会 回答完毕 几个面试官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 我知道 我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不仅仅是脱离 那个让我发疯的婚姻的第一步 还有我的人生 今天晚上回家 看到我表现很平静的 葛伟明心情大好 调侃了一句 怎么样 是不是被人家刷下来了 我都说过 现在职场可不比你 当初面对的职场 经济形势不好 各个公司裁员都来不及 我正想反驳 手机震动起来了 看了下来电显示 心差点跳出嗓子眼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 示意她不要出声 然后接通了电话 接通后 那头传来了甜美且纯正的英语 刘女士是吧 恭喜您面试成功 如果可以的话 明天能来公司报到吗 当然可以 挂断电话 再看看葛伟明的脸色 像吃了只苍蝇似的 我看向她 挑挑眉 面试成功了 明天就可以入职 她终于想起女儿 那圆圆 圆圆送到托班去了 我去看过 她已经完全适应那里的环境了 她尴尬的挠挠头皮 那就好 或许是运气好 无论是面试还是入职 都很顺利 当然 除了第一天 对工作环境有些陌生 耳畔是同事跟顾客 侃侃而谈的熟悉语调 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随时准备迎接 前来选购的外籍顾客 即便我精心化了妆 跟身边的小姑娘相比较 面容略显苍老憔悴的我 还是有点格格不入 这让我更加下定决心 好好管理自己的身材 以及容貌 很快 一对中年夫妇 四下打量一番 将目光锁定了我 有效沟通后 夫妇俩当即拿下了 我入职后的第一弹 顾客离开前 特意说了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你是我应该相信的 对了 是眼睛 你的眼睛有清澈的真诚 我连连道谢 只有我知道 眼里的清澈 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是我人生的光 接连上了几天班 我都在下班时间 接远远回家 此前格伟明 从来都没有问过 孩子脱费的问题 这天下午下班 孩子送去托班 一个月得多少钱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天 便如实回答 全托总共是四千二百块 我报的是全托 回来刚好能接孩子 格伟明撕了一声 四千二百块 这么贵 你工资多少 我底薪三千八百 如果加上提成 话还没说完 婆婆已经拔高了音量 什么 四千二百块 不是我说 不赚钱的人 天天想着怎么花钱 也不知道四千二百块 多难挣 就我打听来的 外面上个班 一个月也才三千多吧 辞职 赶紧辞职 实在不行 你把这钱给我 我来带 我笑了笑 妈 当初让你帮忙带孩子 是你说腰酸被疼 要累成瘫痪 现在我钱都交了 说这话迟了吧 一句话 让婆婆哑口无言 反倒是格伟明 接下了刚刚的话题 或许是看我态度坚决 没再提让我辞职的是 拿出手机 给我转了四千块 钱你是问娘家拿的吗 咱们的钱你也知道 大额都存了定期 我手头就这一点 你拿去先给还了 等下个月发工资 我再给你转 我直接点接受 这些钱是他该出的 不拿白不拿 因为早出晚归 回来也多是 继续给自己充电 模拟各种工作场所 会遇到的场景 练习口语交际 以及表达 努力做到 用顾客的思维 去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 所以没有太多时间 跟婆婆纠缠 虽然忙碌 但比起之前的鸡毛满天飞 现在充实极了 很多时候 婆婆都会抱怨 说在家整理家务太累 我只当听而不见 孩子他也就看两三个小时 有我在身边 他也不会对孩子 做太过分的事 至于葛伟明 虽然开始会叨倒 但后来归于沉默 我也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从前葛伟明一样会加班 但多数加班回来 都是打游戏 如今加班回来 只会躺在床上 或者沙发上聊手机 凭借女人的第六感 我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可无论发生了什么 都不会动摇我 向前走的脚步和决心 我只会努力加快自己的步伐 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我的目的地 就这样 短短时间内 我又拿下了几单 对公司的其他同事 称为拼命三娘 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 底薪加上提成 居然破万了 看到工资条 我激动地躲在卫生间 久久不能平复自己 甚至主管也特意找我谈话 表示他很看好我 希望我好好努力 回到家后 我并没有把这个喜悦分享出去 婆婆看电视 看的是女儿不感兴趣的内容 所以她在一旁玩玩具 老公依旧躺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手机不停点 我站在那里凝视了几秒 突然发现这个男人也不过如此 中年发福 尤其是往沙发上一窝 皮酒肚高高耸起 头发不如之前的浓密 变得稀疏起来 皮肤粗糙 脸上泛着油光 笑的时候格外油腻 我突然想到了他说过我的话 光是看到就觉得恶心 原来两个曾经那么相爱的人 不爱了 并非因为有第三者 也有可能是不能同频 从最初的崇拜演变为憎恶 等到这个时候 什么第三者不第三者 反而会变成我的垫脚石 只是我没想到 另一个机会要先一步道来 这天主管找到我 语重心长地说了半个多小时 说完不忘了买脸愧疚 现在的小姑娘多数是娇生惯养的 再加上经验不足 上面又要外派 一个人去欧洲谈订单 你也看到了 他们虽然各个都出色 但没有一个有出国谈订单的经历 这批新人只有你有过 所以我这边想问问你能不能去 当然我也知道 你孩子小 可这是一次机会 上面决定了 如果任务完成 升职加薪不是问题 我比谁都清楚这次谈话的意义 当即表示 完全没问题 主管也很惊讶 真的吗 这次出发要半个月左右 你要考虑清楚 我点点头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实不相瞒 我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 当天下午回家 我解释了这次机会的重要性 不过一听能升职加薪 当即表示孩子他能搞定 这和之前的态度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于葛伟明 多一个人赚钱养家糊口 况且也没有给他造成什么烦恼 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收拾好行李 我很快就出发了 预计半个月的行程 我提前了三天 甚至比公司原计划完成的目标 超额许多 提前一天回国去公司报道 安排好后续事宜 如果让我回家 先好好休息导时差 我并没有回去休息 而是去了葛伟明的公司 眼睁睁地看着他下班等在楼下 不一会儿 一个年轻女人钻进车里 两个人去车子打酒店 我有点恶心 只是拍了两个人的亲密照 当做证据 转而去做了 SPA缓解疲劳 去了趟美容院 还给自己办了张健身卡 做完这一切回到家 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原本正说着 什么的母子俩立马闭上嘴巴 葛伟明吓得站起来 意识到有点不对 才又坐下 看到我 搓着手笑笑 不是说还有两天吗 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放下行李箱 抱着女儿亲了又亲 解释到任务提前完成 就先回来了 对了 饭我吃过了 接着又进了房间 继续跟之前联系的律师咨询 离婚相关问题 这天夜里 葛伟明的态度极其卑微 一脸讨好的看着我笑 老婆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我是多一眼都不想看到他 拿着一答资料敷衍 什么事你快说 说完我好继续学习东西了 他继续陪校 我知道我老婆现在能干 我那个工作干了这么多年 还没什么起色 也就一个小小的副总 职位上去了 工资不见长 我想辞职 文言 我盯着他看 辞职 下家找好了 还是有人挖你 他如实回答都没有 不过你放心 以你老公我的能力 再换一家也是领导级别的 我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一想到 他很快就是前夫 便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点点头 你自己想清楚那就好 几十岁的人了 用不着我给你做决定 实在是拿不准 问问你妈的意见吧 我在心里冷笑 反正你也是妈宝男 以后后悔 要怨就怨你妈吧 葛伟明一听 立马上道 好嘞 我老婆最好了 我抱起资料站起来 再次去了书房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葛伟明第二天就窝在家里了 并没有像他口中说的那样 出去找工作面试之类的 反而在家里打游戏聊微信 一开始看到我回来 还会挪一下屁股 到最后连屁股都不挪 顶着游到贴头皮的头发 一副混吃等死的嘴脸 只有婆婆看到我回来 假惺惺的笑着提醒一句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伟明的工作不好找 你们也别太着急 对了伟明 你不是说了吗 昨天那家请你过去 你嫌工资低 咱就再等两天 我知道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但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上班半年多 升职加薪 脚跟站稳 证据也掌握齐全 这下轮到我出招了 只是我没想到 莫等我出手 有人已经按捺不住了 上班的时候 手机震动了一下 弹出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点开来看 是一张币超单 除此之外 还发了一条消息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老公格伟明的 他善良又老实 验着你们有几年夫妻勤奋 一直拖着没告诉你 如果你不想闹得太难堪 就跟他离婚 我并没有回复 而是默默把手机又揣回兜里 从这条消息里不难看出 小三应该是逼过格伟明离婚的 但他把责任推到了我头上 以至于小三气不过 直接找上了我 有了这个缺口 我知道剩下的牌 该怎么打得更好了 回到家 我直接把短信呈给格伟明看 然后劈头盖脸一顿骂 格伟明 我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畜生 你对得起我 对得起孩子 对得起这个家吗 看到消息的他 当场发誓 老婆 我承认都是我一时糊涂犯的错 我保证会处理好这件事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冷笑了一下 给你一点时间处理 怎么处理 人家都怀了你的孩子 难道你让人家小姑娘 把肚子里的孩子 格伟明 我们离婚吧 格伟明瞬间暴怒 离婚 我告诉你 想都不要想 我知道了 你现在看我落魄 早就想离婚了 对吧 我狠狠一巴掌扇过去 你能不能有点良心 到底是你犯错在先 还是我 是你出轨 是你对不起我 人家小姑娘都找到我这里来了 你还要我怎样 好了 不要再烦我了 工作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 我不想再为这些事苦恼 婆婆在身后追着喊 伟明就是犯了天下男人 我对回去 找个免费保母教养活 如果不是我现在工作 有能力养家 你们会是这个态度 说白了 婆家人态度的转变 全是有女人的家庭地位决定的 我摔了门 直接进书房 锁上门的一刹那 看着刚刚录的音 我忍不住笑了 这个开场真的好好 我的好日子指日可待 第二天午休时间 我约了小三见面 对方除了年轻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等他冲我叫嚣 我反手把昨天 我跟格伟明的录音播放出来 听完的他瞬间愣住 我开始给他洗脑 姐妹 你也听到了 是他不想离婚 而不是我 如果你跟他是真爱 我不介意退出 你想从我这里下手 明显行不通 但我可以帮你出点主意 小三惊呆了 好一会儿才问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我反问他 如果是你 面对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你又会怎么做 没有爱情的婚姻 犹如行尸走肉 听到爱这个字 小三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行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我并没有直接点名 告诉他该怎么做 而是告诉他 婆婆如何重男轻女 我喜欢我生的女儿 再告诉他 葛伟明极其好面子 如果事情不闹大 他会一直拖下去 而他肚子里的孩子 不能再拖了 说完这些 我单单开口 其实我也不算知什么招 只是把家里的情况 全都告诉给你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会想得到 离开的时候 小三喊住了我 你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问怎么不一样 小三犹豫了一下开口 葛伟明说 你在家什么都不做 又懒又拉帕 可我看你 我笑笑 人都会变得 兴许他之前说的一点都没错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去上班了 下班后 葛伟明果然不在 饭桌上婆婆开始 语重心长地劝阻 你看你们一路夫妻 走到现在也不容易 好不容易日子好过点 离什么婚 不是我说 女人离过婚 就不值钱了 我扑吃笑出声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跟我讲这一套 不想离婚也行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我不离婚 那个孩子就必须处理掉 至于我这里 孩子我只要圆圆一个 你想抱孙子不可能 婆婆张张嘴 再也没有说其他话了 而是吃完饭 匆匆进房间打电话 单从电话里的 志愿片语就能听出来 婆婆为了他所谓的金孙 不停在劝葛伟明跟我离婚 万事俱备 只欠这最后一股东风 兴许是这一招管用 葛伟明回来后 就同意了跟我离婚的要求 最后按照协议 房子他得留着 女儿归我 但房子要折现分我一半 另外家里的资产 也要分我一半 除此之外 每个月支付3000块钱的抚养费 直到女儿年满18岁为止 我算了一下 这里的房价不低 房子折现再加上资产 我再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够首付 供我和女儿住已经足够 因为忙碌工作的问题 再加上葛伟明被催着找工作 还要解决小三的问题 一个月离婚冷静期 他没有再来找我 而我也并没有太难熬 签字的时候 葛伟明突然说 你最好别后悔 我笑笑 放心 这辈子我都不会后悔 直到他把名字签上 办理完离婚手续 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走出名政局的时候 我突然心生起恶趣味 回头喊了他一句 嗨 葛伟明 他回头看我 怎么 我大声喊 你窝在沙发上拉里拉他 像废物似的打游戏的模样 多看一眼都让人想吐 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他还想回击 我已经上车 一溜烟离开了 真好 没有这些碍眼的人 连空气都是清新的 我买新房子的那天 听说小三搬进了家里 婆婆比之前好很多 小心翼翼地伺候儿媳妇 和他未出世的金孙 得知何伟明是无业游民 大吵大闹了一通 至于有没有发消息给我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把他们都拉黑了 听说 何伟明因为工作上 犯了重大错误 那次不是辞职 而是被开除 甚至比他跟我说的时间 还要早几天 就当了无业游民 至于重新找工作 高不成低不就 拖拖拉拉了大半年 也没人请他过去了 至于小三 眼看生活无望 又没有领证 生下孩子没多久 卷了笔钱就跑了 这让原本就乱成一团的家 乱得更不成样子了 何伟明要照顾 中风瘫痪的老妈 又要照顾嗷待哺的婴儿 越来越穷困潦倒 但这些 全都与我无关了 未来的日子里 我将带着女儿迎着阳光 继续走属于我们的路 写完上文 我合上电脑 透过咖啡厅的玻璃 看向窗外 一个拉里拉遢 满脸胡茶的男人 牵着一个两岁小男孩 身后背着个蛇皮带 步履蹒跚 这不就是 葛伟明 我给好友发了条消息 小慧 我看到葛伟明了 接着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 刘小慧回复了一句 看吧 还真挺恶心 以后看到他可别再给我发了 我怕饭都吃不下 你呢 感觉怎么样 刘小慧前途一片光明 我想 这才是我追求的生活 我又八卦了一句 听说你谈男朋友了 什么时候结婚 刘小慧 结婚 可别 谈谈就行了 反正女儿已经有了 剩下的时间 该好好生活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